他為什麼會不跟我好了呢 是因為我不夠帥嗎 難道我不像謝霆鋒嗎 你比謝霆鋒是年輕 那是因為我不夠高 你比一米七十高點 那就是因為我不夠富了 那得問你自己 其實我原本有個 當富二代的機會 只是俺爹沒有珍惜 你說他是不是不喜歡我了呀 那小童要不這樣嗎 他既然都已經不喜歡我了 那這個愛情 咱就別保護了行嗎 不不不不 一定要保護的 我特別喜歡他 你既然這麼喜歡他 那你們倆相處多久了 十一天 這你就不懂了吧 我告訴你 這愛情不在於時間的長度 主要程度夠深刻就可以了 姐姐 你經歷過愛情嗎 你的愛情多長時間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看見沒有 好吧 交給我吧 廢話 我請你來當然是你去了 你記得要好好的 要溫柔一點 不要傷害到他 好 好 放心 溫柔 好 你是小雅嗎 你誰啊 我是來替小童找你的 看來不理他是對的 那正好 要不這樣 你給我一個分手的理由 我好轉換給他 讓他死金 我也就不用保護你們 那個什麼愛情了 愛情需要什麼理由 不好玩呢 就說再見了 嗯 沒了 就對 這麼不負責人 大姐 你也太厚他了吧 大姐 我有 我有這麼老嗎 姐姐 我勸你 我們的愛情 你就不要去過問了 哎呀 天哪 行 我年紀不小了 我年紀是挺大了 這也挺好的 你們的世界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正好 我看你們那個 詭異的愛情我也不用保護了 你們倆挺登頓的呀 趕緊分手算了 對 已經分手得太好了 真的特別棒 小雅 你不要聽他的 我不跟你分手 我不想看見你了 你快追啊 追什麼追 不在我的業務範圍之內 我投訴你 投訴吧 無所謂 小雅 姐好不想看了 你真的很不順 你很不順 你感謝我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很熱鬆呢 從來就沒有被人投訴過 從來沒有 你知道嗎 你刚来一天 这个记录就被破了 你简直就是 给烈火神盾丢人 这样下去 你还不如趁早离开 刘盛 咱们俩现在可是同事 你别摆出一副 叫官的样子 你没有资格选我 你别以为 我不敢收拾你 那你不爽可以开除吗 没这资格了吧 你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 我不喜欢你 干不掉的呀 我干不掉 有本事单挑啊 好啊 单挑就单挑 谁怕谁啊 来呀 你们俩干什么呢 顾晓婷 你给我来一下 顾晓婷 顾晓婷 我给你一分钟的申诉时间 那太好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一名保镖 我的任务是要保护对象的人身安全 我在这里受了这么多苦 吃了这么多醉 我到这儿不是来玩的 我以为是什么大胆的 结果呢 保护爱情 这都什么鬼啊 还有那个柳莎 她总摆出一副教训人的臭脸 她冷给谁看啊 她总说我们90后什么自我 三观不正 缺乏非判断标准 拜托 我父母都是70后 我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我虽然很叛逆 但我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low 既然她这么爱教训 那她就应该去当狱警 在这儿真是浪费资源 忙了 既然你说完了 那该听我说了吧 第一 小雅和小彤 他们之间的情感 无论对和错 你都不能用自己的情感 来凌驾他们之上 这一点你缺乏冷静 缺乏客观 第二 你说你态度没有不好 可你用语言 伤害了你的被保护人 这一点呢 要说明你情绪 缺乏自我管理 这第三呢 就是抱怨 只有弱者 才不去抱怨 执行力 是作为保镖的 第一道门槛 在执行力面前 没有理由二字 任何的解释 都是无能的表现 你对柳商 对你的教官抽言不逊 说明你缺乏自我修养 想得到尊重 首先要尊重别人 只有赢得了尊重 才能最终赢得保镖的尊严 你说得都对 但是我告诉你 你并没有赢得我的尊重 所以不要在这儿 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难道事 弱云 瞳 写 词 赢 USS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